二二八連假 北部地區可能會天天下雨 但還是要出門玩樂 百貨公司就秀到了 這股室內玩樂商機 特別在週末增設了 體感遊戲區 人潮比平常還多了三倍 外頭又冷又下雨 人潮統統往室內跑了 而這裡根本就是 小朋友的天堂 有秋池還有開心農場 甚至還能化身成攤販老闆 瞧瞧每個小朋友 簡直玩瘋了 因為太多人了 所以還是沒有這個計畫 對 因為身外第一塞車 第二天氣不好 對啊 所以也滿麻煩的 看準親子商機 五線大百貨公司今年 特地增加社會比例 第九樓小朋友能大玩 職業扮演 找到自己的興趣 六小時九百元 往下一層才剛開幕的兒童樂園 則是三百五十元兩小時 還有四樓趕在二二八連假 第一天開幕 走科技化風格 體感遊戲 小朋友也能玩 有一個新的一個體感的樂園 成立 那因為有考慮到說 可能廉價 然後因為又下雨 平常這樣子來比的話 大概多出 大概二到三成左右 像我們的有關於一些 娛樂體驗的設施 在我們館內的營業面積 大概也突破了五成了 不想到各大景點人幾人 或是上國道等天黑 室內遊樂場也能成為你的 雨天備案 解盤利用周碟 台北報導